大家都說 談戀愛就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可是實際上 幾乎沒有人可以避免身邊的人 對於你們的戀情 指手畫腳 或者是蘿莉巴梭的 多少別人的意見都會帶來一些影響 那明星們如果公開他們的戀情的話 會遭遇到什麼樣子的結果 今天有六位明星要告訴我們 他們的經驗 歡迎六位 你們好 歡迎 這六位當中呢 陳在珠他是 在康熙有一次被問出來 他跟另外一位南模的事情 對 有坦全嗎 那時候其實我們用詭計讓他聊到 就很久之前 對 很久很久之前 那幾乎是你第一次來康熙的時候 好像是 大概就頭一兩次吧 當時我們就問他有沒有跟 那個陳志祥交往嘛 然後結果他就一直閃避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已經見過媽媽嗎 他說見過 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 媽媽都會來台北 然後看他作秀 所以很多人都見過 不只我一個人見過 所以你們已經分手幾年了 我不知道 數不請 分手幾年 分手幾年 我們把他忘掉 真的是有問題 前帥君跟陳志祥的彥晴 曾在五六年前 在康熙節目中 個別公開談著過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之前上節目 就是怎麼說的吧 陳志祥的是另外一個模特兒啊 前帥 前帥君啊 分了... 有嗎 那件事我們還沒處理過呢 你們知道 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上節目 所以你們應該... 你是不是很期待我們問你 但是我們都沒問 不... 就很失禮耶 不好意思 好不好 最靠近我們的這一位 知道他前男友在我們節目 趁他不在的時候 抖了多少那一幕出來 我前... 你怎麼看到這個人的名字 看來他們都宣稱彼此以為朋友 追世在路上節目的前帥君 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 勁爆的那一幕 繼續來看看 目前要放成單身是嗎 是 對 KID剛在康熙闖了一個禍吧 也不算闖禍吧 就是有一個人單念魂 你應該就把老虎 撞出牢籠當中吧 對 他現在不只是老虎喔 有可能是獅子 獅子 一隻大獅子 很飢餓的獅子 他現在就直接說 反正我們都公開了 你就不要這樣子避暑了 逃避我嘛 來...快點 晚上跟我去拜拜 快點... 我就不要 我說你不要這樣子很噁心 他馬上傳那種就是乳溝照給我 好熱 因為下一次她跟甜甜來的時候 其實本來沒有聊他們兩隻 一點都不曉得了 而且喜歡了好幾年耶 寶媽知道嗎 我知道啊 妳知道 妳知道怎麼會喜歡 我怎麼會不知道 妳怎麼會不知道 妳怎麼什麼都知道 因為甜甜 大部分的來人她都喜歡 沒有給妳惹上什麼麻煩 妳覺得她只有蒙古出家而已 其實 我之前有女朋友說 她其實蠻大是一個麻煩的 因為雖然說我女朋友不會覺得 她是一個威脅的對象 但她每天都傳那些有的沒有的時候 我女朋友都會覺得說 我曾經跟她有過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就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都要讓我 你如果曾經跟她有過 你幹嘛不承認啊 真的沒有 就是連我現在身邊的朋友 都覺得說我跟她一定有過 然後她就說 不錯喔 什麼... 就會一直講這種 我說真的沒有這樣 只是她單純可能之前有喜歡我這樣 KID這樣告訴我們一件很珍貴的事情 就是她說 她之前在康熙死不承認的事 都是因為女生交代她 這樣子講的 所以她說 女生只要叫她不要承認 她就會永遠都不承認 對 我就是會 好啦 就是我會保護女生這樣子 對... 所以就算那個女生在現場 然後她看著妳的眼睛 說她目前是單身 沒有跟KID在一起 妳也會配合說對 這是一個陷阱 沒有妳的陷阱 你自己這樣講的啊 對 但 它不是一個陷阱啊 這就是妳自己要跟我們講的事 這是沒有錯 好 接下來就播那一段她說 我們要再一次 你們知道我們是陷阱 KID之前跟許惟恩上 康熙來的澄清緋聞 否認彼此曾經在一起過 就讓我們來看看 當時到底是怎麼說的 幹嘛穿新郎裝啊 對啊 不是 我想說今天要正視一點 怎麼以前來康熙都不需要正視嗎 妳以前這個西裝 是為了迎接許惟恩的公開是不是 不是啦 因為我其實主要是來幫她 妳要牽她的主播嗎 不是啦 妳要是要來撐她的手 真的 衝了 感人 你可以講真的啦 你收到許惟恩邀請妳 一起上節目是什麼心情 其實我那時候是拒絕 如果解釋好朋友幹嘛拒絕 我怕他 沒有 焦點對你們 他不會模糊 他不可能喜歡我啦 我愛青草 高富帥相反 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給他遊艇 你知道嗎 就在自願之外 你沒有辦法給他遊艇 即使已公開節目中澄清的Head 還是有許多觀眾朋友們 不太相信他跟許惟恩的關係 而這一次再度上節目 他又該如何面對呢 他真的就對我們說 然後他 其實就算那個女生在場 他還是說他們沒有在 可是那個女生在你面前說 我們兩個沒有在這樣網的時候 你心裡不會覺得被錯意到嗎 其實OK 如果我們已經先講好的話 對 已經有一個共識的話 可是許惟恩就不行 沒有 女生... 因為你那天跟許惟恩上節目 感覺是你們世間有溝通過 沒有...沒有溝通過 那他當著你的面這樣 不承認你們的戀情你不是 因為沒有就沒有 沒差 他今天還是有叫你這樣 再繼續這樣講對不對 沒有... 他今天沒有繼續叫你這樣講 那你承認吧 我們有一陣子沒聯絡 分手了 沒有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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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要被你剩於水生火熱之中 其實我這個還滿好聊的 沒有 因為我 不是情侶幹嘛每天聯絡 我就是只要就是偶爾聊一下 所以許惟恩才三天 算是很短吧 就好朋友 就很好朋友 對啊 一日不見如歌三秋 所以這樣九秋 九秋 好像三塊 九秋天是九年 九年很大 郭馨 郭馨沒有在康熙被問出什麼 明確的事情 他有跟明星交往過嗎 號稱王影平 可是我認為不是真的 沒有 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覺得 他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子 那我覺得不錯的女生 可是你沒有追到他是不是 其實沒有啦 就真的就是朋友而已 你交往過的明星是誰 我真的還沒有 真的跟圈內爾在一起 郭馨在2011年的時候 在節目中 曾經說自己跟王影平 私下關係還不錯 並且對於王影平非常欣賞 讓我們來還原當時的警方 他講茶很好喝 你為什麼要接 你是我的小公主 沒有 因為之前就一直有 一直有聯絡嘛 可是你不是應該是回說 那麼好喝 下次約我一起喝吧 沒有 我們是一起啊 是你們兩個一起在 是你泡的對不對 我泡的啊 現在是這樣的 你就是泡茶的人喔 對啊 就是我啊 趙哥 你最近有沒有誰是出現在節目裡頭 你會有興趣把遙控器停下來 多看他一陣子 這是王影平吧 王影平其實早就在康熙放話說 有一個白白的高個兒男生在追 我沒有想到你是王影平的菜耶 我才沒有想到他會喜歡王影平耶 他們之間的關係 究竟怎麼一回事呢 真的只是好朋友 還是不了了之呢 就來看看他在今天節目中 到底會怎麼說吧 寶媽知道他的女朋友是誰嗎 我不知道啊 寶媽怎麼會知道 連寶媽都不曉得的話 應該就沒有了 可是我的心態我覺得說 如果是真心在一起的話 哪天有這樣公開的機會 我覺得沒什麼不可以 所以如果你跟圈內的女生交往 你敢公開 對 但這個前提是 就是以女生為主 我覺得說如果... 如果他願意的話 你再去講 可是也不是真的就是 招告天下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當然有人問的話 你就是默認嘛 所以像KID 是不是很有男子氣概 因為徐維恩不承認 他只好就假裝沒有 如果是許維恩的話 如果許維恩跟我在一起的話 我是真的很想告知天下 但是... 如果是... 但是我覺得 如果女生不願意的話 我也不會 對... 對... 好生氣的告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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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見到甜甜味 對啊 剛剛竟然就講出了一個告白 你不要再說話 我不要講話... 我不要講話 離開地上那個洞 對 我會離開... 所以你內心是非常想 讓大家知道你跟徐維恩在一起 再拿他們一起 再拿他們在一起 保護得很好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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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全帥軍行事練情打 organizational 是個多年才方域 帥軍妳說公司其實是有明確的規定 模特兒跟模特兒之間不要交往 對 其實是很嚴格規定 模特兒跟模特兒之間 所以你們當年是在搞態度嗎 我們當年就是 想要走出自己的一片田 那間店有情報說 對 公司並不鼓勵 但是她說 嫁給她都已經生命補充收犯了 就好好在一起 可是你們那時候有交往很久嗎 今天有資格談這件事情的是寶媽 因為寶媽其實是從 不想面對這件事情 到願意跟大家聊一下 她跟男朋友的事情 寶媽曾在2010年 在節目中公開坦誠 與汪建民之間的戀情 並且毫不避諱的回答 組織人的辛辣提問 妳其實在那個 很值得聊的事情公開之後呢 妳就沒有來康熙 是很怕我們問對不對 我從來都沒有怕過任何人問 我任何問題 應該就會去見名扶妻 寶媽後 就說有沒有跌到啊 就扶起來了嘛 就不會有那個後面 跪在地上永吻的戲嘛 妳受傷了嗎 我好痛 然後就...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她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永吻耶 可以啊 妳三吻都可能可以 經過了兩三年 寶媽又再度上節目聊聊感情 這幾年的心情轉換 還有感情上有什麼變化 讓我們趕快回到現場看看 所以當中的轉換是 我可能跟他們有點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我背著很多東西 然後我一定會在想說 要不要 要不要 那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男生做得非常好就是說 妳說就是 妳說的是 如果妳覺得OK 我們就往前衝 但是如果妳說到此為止 我們先不要 那先不要 我也覺得OK 所以寶媽自己的個性 天性直爽不能隱瞞這件事情 所以妳跟我說什麼 要不要轉地下情啊 或是怎麼樣 對我來說我做不到 所以妳也只好這樣 然後後面怎麼樣再說吧 就是如果怎麼樣再面對就是 對 然後妳知道其實 就是排山到海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的人生歷練嘛 因為我面對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 真的不是這麼大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沒有很煩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個性覺得 妳要來 我就擋妳嘛 然後也過了兩年了 我覺得還OK 還OK 我覺得 應該算是在過一個不錯的 兩個人的世界的小生活吧 就很簡單 沒有太被打擾 不會有太多人打擾我們 就很自在地這樣子過 我這樣子很簡單的生活 是 好 歡迎四位請坐 歡迎 請坐 我們也可以坐 請坐 軟了 好軟喔 又高 又高 對啊 我們現在玩拆拆看 到底這邊才是時代表 黑色衣服 真的還在那邊講 真的耶 就是你在他房間的時候 會不會一直覺得 有一個很不穩定的氣流 對 但現在好平均喔 現在兩天都很平均喔 整個有平均耶 如果他在黑暗中走進房間 會看錯嗎 會發現啦 出版有差 不要再摸發我 我怕機器會搞混 對 他們兩位是真的很有趣的是 用開朗的態度面對 然後史丹麗當初是講好說 只要有人問 就才能 對 我們當初是講好 因為一定...想說應該一定會被問 然後如果真的有人問 就不要贏 居然去年 曾在節目中大聊自己夢中的婚禮 也留下身邊已有男友的伏筆 傷隔不到揚舟就大方 承認緋聞對象就是史丹麗 妳有人嗎 現在有 那妳為什麼不提 因為才剛開始 妳問妳已經知道 其實在跟誰交往嗎 對啊 她的那個都PO住了 已經公開了 因為有被報到 妳們都知道嗎 我知道 妳們都知道了 史丹麗當初 對 不是 因為妳上次上我們節目 穿婚紗啊 對 那個時候我們有問妳說 是不是在談戀愛 妳就是非常保留的 我是說剛開始啊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都沒有去追問她是誰耶 誰會料到是史丹麗啊 對 史丹麗耶 對 但因為我們認識很久 她氣色很差 對 這一次兩個人一起大方的上節目 將自己的戀情轉到天下 公開戀情的她們 生活有什麼改變 讓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因為她好歹也是史丹麗自己啊 因為我很多不同 我身分可能有 我是做家 她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我是博洛克人 會覺得什麼 然後我現在屋上看到 會偶爾聽到說 那個是那個結局的男朋友 她還不知道名字是誰這樣 不是算是有另類的知名度變高嗎 不知道 或許吧 應該 可是現在不是有想要定下來的感覺嗎 小米之後 然後又小柔嘛 就覺得是可以作證 因為我以前很排斥這件事啊 但就覺得好像其實也可以 所以你們有聊過這件事了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她好好的 所以她不知道你有這個感覺 知道吧 我知道... 我知道她有... 因為我們其實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她是... 跟我說她是不想結婚的 對 她是對婚姻沒有什麼憧憬的 對 但是最近就會 因為可能是因為就大家都結婚 你聲音到底還要多低啊 因為最近大家都結婚了 你抱什麼樣子 對 我這樣很緊張 對 我這樣很緊張 比較到這樣的問題這樣 有舒服問題 對 最近周圍太多朋友是在結婚 所以就每個朋友都會問 所以Gigi跟妳說 她覺得可以試試看結婚的時候 你有嚇到嗎 沒有說可以 是沒有嚇到 但我就跟她說 就是畢竟剛在一起而已啊 就是... 我最好有這樣跟妳講 有啦 妳可說有 剛在一起嗎 就我們... 就差不多幾個月而已啊 差不多半年吧 差不多半年喔 差不多半年喔 好 歡迎兩位請客 歡迎 聽說 寶媽碰到一件事情是好像 對 謝明兄當時的那個 這個情感的進度是 他們有問家長的意見嗎 應該...應該沒有吧 沒有 好像是他某個長隊有反對是不是 有 不是...其實不是反對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們都是媽媽 或者我們可能都是阿姨 是 如果我的兒子這麼優秀 這樣... 只是姐姐 我們當然希望他交一個 很棒的女朋友啊 然後可以帶得出來的 那其實都會講說 你兒子是怎麼了 怎麼會交一個 比他大十幾歲的 他是怎樣 是沒有女生可以追了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正常的事情 相信我... 我有照一日 我也可能會去坐我身邊 我的姐妹們的那些也會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很棒 就是謝明的媽媽 就會回他就說 我覺得 他不一定說出來跟人家說 沒關係 我就是喜歡寶媽 或是怎麼樣 沒有 他只是回他一句說 他是我兒子 我都沒有意見了 你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一點讓我覺得好窩心 很窩心 真的 你不會有跟汪媽媽在比賽 誰比較會做菜這種事嗎 沒有比賽誰比較會做菜 可能會比賽誰比較愛哭 你們幹嘛愛哭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們會很感... 愛哭的原因是因為很容易感動 那可能 譬如說 我可能會... 譬如說我有什麼東西 我就麻煩見名拿回去送給媽媽說 這個是廠商送給我那個 他一定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都會想到我 你知道其實長輩 對 其實長輩要的都是這些東西 其實其他東西 對 不重要 所以你們兩個 還沒辦法獨處是不是 沒有 你說他跟汪媽媽不能獨處 是喔 我們沒有見過 沒有碰過沒有送東西什麼 但是就是透過見明哥 這樣子送去 對... 是你的顧忌還是他的顧忌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有一種 就是說 其實我也可以去請他出來吃飯 或者我可以去搭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 我們要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可能會想得比較多 因為我一直都不敢踏出那一步 所以最大的顧慮是覺得 這樣就太正式了對不對 對 我覺得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太故意 故意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告訴長輩說 是我了 就是我了 對 我不想 我不希望 對... 對喔 你媽媽一開始聽到是女明星 還有一點抗拒 對 他們就是 一般人對那個女明星的印象 可能就是那個樣子嗎 可能愛錢啊 或是所有的愛... 可是你爸媽去讓你吸毒喔 好了解喔 因為這樣才能夠做一些 很煩惱的時刻啊 對啊 所以他們當然 一開始會擔心 可是見過本人之後 就OK了 你又去拜訪史丹一家 然後爸媽也都是... 只有爸媽也一起在一起 對... 媽媽真的也是年全嗎 爸爸真的是 妹妹都是 也是 對 都是... 都是還年全 那看起來就是... 人夜生活的感覺 其實是遺產啊 但爸爸都很早睡覺 對啊 他們真的都是... 連那個什麼叔叔伯伯 堂哥 堂姊都是 那你們整個家族聚會的時候 不是很壯觀嗎 這樣都見所的聚會 人家集體高中的粉末胖 帥君 你說公司 公司其實是有明確的規定 模特兒跟模特兒之間 不要交往的 對 其實是很嚴格規定 模特兒跟模特兒之間 所以你們當年是在搞叛逆嗎 我們當年就是想要 其實剛開始是沒有 沒有在公司有互動的 就算一起工作還是保持距離 對 對 但是事隔久了之後 總是會有一點小動作嘛 或者是有一些 還是被經紀人眼尖看到 最後就只能大方針 菁姐有警告說 公司並不鼓勵這件事 對 公司並不鼓勵 但是她說 既然你們都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了 就好好在一起 怎麼樣是有小孩啦 沒有 就是 好好的在一起 就是不要是彈花一現 或者是為了愛玩而在一起 可是你們那時候 有交往很久嗎 我忘記了 妳現在才要看的防疫 會不會太晚了 到底結束那麼久啊 還跑防疫的 沒有 我真的忘記 所以大概有兩年吧 兩年 就還滿固定的 那你們現在在見面會尷尬嗎 沒有 我現在常工作 還有在公司碰到就像朋友 對 就是非常的正常 所以公司如果有其他的 模特兒跟模特兒之間在交往 你們也會看在眼裡會 覺得要跟公司講還是什麼 會 會跟公司講 為什麼要這樣 不要人家嚇壞 不是 就是要讓公司知道說 內部模特兒的最近的動向啊 所以妳是廖北亞喔 也不是 就是他們也很明顯啦 淑貞啊 跟珮旭啊 對 就是公司非常祝福他們兩個 但是在那時候當下知道的時候 公司還會是有一點驚訝 對 因為兩個人的工作都分很開 感覺很少會有聚會的時間嘛 那突然就是走在一起了 可是那時候公司知道的時候 幾乎是放鞭炮 為什麼 因為就覺得很開心 就感覺是自己的兒子跟... 自己的女兒 對 跟... 對 跟... 對 跟自己的兒子 不是自己的兒子 就是自己的...小孩 然後好像走... 對的人 然後可以在一起 然後工作又很順利 所以他們現在還是很好是不是 公司真的很開心 郭馨口誤講錯字 KID立馬出滅護航 那你本來是在拔黃小柔嗎 沒有啦 沒有 真的沒有 我不是KID 真的不是 沒有啦 沒有啦 想說今天就... 對啊 而且他拔的不是小柔 是許偉恩啊 許偉恩 好 對不起 好...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有網友是會留言說 他們以為你會跟小柔在一起嗎 我不是網友 是朋友 對 真的是朋友 然後真的就是有 就是他看到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在國外 然後他一直在講說 怎麼可能 應該是黃小柔 這應該是黃字吧 不是 應該是煙霧 那應該是黃小柔在一起 對 因為他覺得... 為什麼會覺得是黃小柔 因為他們兩個之前很好 對 我們之前都很好 都會一起出去玩或怎樣的 所以你是 本來是在拔黃小柔嗎 沒有啦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不是KID 真的不是沒有 對啊 對啊 而且他拔的不是小柔 是許偉恩啊 許偉恩 好 對不起 你怎麼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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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我會糾正她的 好可怕喔 你真的愛個人反抗 不是 不是在糾正 剛剛我們有聽對嗎 就是他拔的不是許偉恩 是許偉恩嘛 他自己講說是許偉恩 我第一次是說 不是許偉恩這樣子 不是我把的 我是說我在糾正她的念法 帥耶 大家都知道 你太帥了 我發現我不能一個人 來上節目 我就想要有同伴 拿到他 你現在經濟約是現在 陶靜宜那邊 對 陶靜宜那邊 陶靜宜也是... 沒有 陶靜宜只是很驚訝 因為就是我想說 第一...一開始一定要先跟她講 就自己打電話給她 真的嗎 要先跟她講 因為我怕如果真的 就是新聞她是最後知道 她不是就... 她會更生氣 對啊 然後我就第一個跟她講 她就跟我確認了幾次 是...是那個 以前是DJ那個GG嗎 我說對 是那個 新美姊的那個跟女兒的GG 我說對 對 她以為妳跟男友一起 然後確認好久 這都超久的 你如果是跟男友一起 在一起馬上續運 我確認超久 然後後來就說 好...恭喜啦 拜拜 然後快 因為那天剛好是不知道什麼 金什麼 金什麼 金馬什麼之類我不知道 對 然後她就很忙了 對 所以她對這個事情 一點都沒有驚訝 她完全沒有驚訝就是 所以需要你們兩個 跟她一起吃個飯 就是稍微講一下嗎 好像沒有耶 但是跟新美姊 我只是跟那個桃姐沒有這樣 所以現在你在臉書 放任何照片的時候 底下留言都會提到GG 我就算跟...跟一隻牛拍照好了 就說沒有 開玩笑 就是我的那個 我在沖繩的女朋友 叫傑西卡 然後下面就一堆人說 GG呢 啊GG怎麼辦 啊GG在哪裡 他們以為我真的跟牛在一起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樣子 妳那邊情況應該比較好吧 我的比較好 妳放照片前 她不會一直把她跟 妳是在一起 比較不會 就除非她有PO了 譬如說可能我們兩個 一起去遛狗 然後她就會講說什麼 她的費用推下去曬太陽 然後我就會拍我們家的狗 然後就會有人 貼她的照片在我的下面 就這樣而已 有時候我可能貼一個 比較醜的照片 然後就會問妳說 為什麼具具會喜歡這樣的人呢 就類似這種 可是你們現在還可以有 分開的旅遊嗎 分開的旅遊 就設置去旅行 有啊 我才剛去北海道滑雪回來 妳有帶男友 沒有 對 沒有啊 因為那個是之前 就已經訂好的行程 然後那她也覺得 因為我們之前才去滑雪回來 她覺得這有點太硬了 太累了是不是 對 所以寶媽現在的旅行代 都必須要跟男友一起去 我沒有... 我大部分都還是跟我一個 很好的女朋友一起 因為我覺得...對 我偶爾會 但是我大部分的旅遊 還是跟我那些社區的媽媽 或是我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那因為我覺得出去旅遊 當然我覺得 因為我還在適應當中 所以妳還是希望維持 有一點點距離的感覺 我們的距離非常能夠 因為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在家 我也不喜歡 不喜歡就是她必須要... 我沒有辦法 然後我出去玩 我像我去... 我去美國看我女兒 我去... 我跟很多旅行團出去玩 我都跟我那些好朋友 和那些社區媽媽 我比較少會跟她一起 然後一整天只給了妳 一則簡訊也OK嗎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就打幾個字說 好像很忙喔 這樣子 對 但我還是會在意 對 我不會說 那一定會 一天大概要幾則 才會讓妳覺得OK 因為 我跟妳講 因為她大概都很關心我 那一天我們二、三十則是 跑不掉的 一天二、三十則 這麼多喔 很多耶 很多 這樣很多嗎 很多 我覺得... 起床囉 吃早餐的沒有 活躍的時間大概十六個小時吧 妳這樣等於一小時 就超過一次 我們有... 因為我們必須要 就是她跟我說 等一下我幾分鐘會接妳 然後先送妳去中天 然後怎麼樣 我們大概都是用生活的方式在那個 然後早安...早上要問早安 晚上要問晚安嗎 沒錯 一定 睡前要睡晚安 然後要什麼咪咻啊 什麼那些的嗎 一點點 妳要少一點點嗎 沒有... 對啊 有一點點 妳會還有...還有咪咪嗎 沒有 好咪咪... 不會一定有什麼寶貝了吧 寶貝一定有了啦 不然她叫寶媽 妳叫她轉去哪裡 寶貝 寶貝啊 對 不然妳叫媽媽 寶貝 寶貝還滿順的啦 現在時下流行的寶貝 應該已經用上了吧 有 怎麼了 這不可以嗎 很好啊 寶貝是男朋友也在用嗎 妳那個需要用... 不是替妳開機 妳為什麼敢這樣子 妳替妳開機 我們兩個用的是一樣的詞耶 大家都一樣 寶貝能用啊 你們也是用寶貝嗎 類似 類似 寶貝也不適合咪咪吧 對 妳有咪咪喔 她真的會... 我跟你講 我們那天去出外景 然後GG開車載我們回去 好可怕喔 她在開車喔 就一直迫不及待 一直想要跟她那邊 沒有... 沒有... 妳說傳景去買 對 叫她買東西 可是在開車耶 可是她就是 我按擴音啦 她用按擴音的 然後就是錄音的那種 她說 就很噁心那種 那個什麼 我等一下就要回去了 妳等一下先去那邊 幫我買那個什麼好不好 對 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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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在講嗎 有必要在開車的時候這樣講嗎 我們的生命危險 妳一定要在那邊 全面亮出嗎 對啊 妳聲音可以壓那麼扁喔 她聲音超小聲 然後超級Nine的 是 那史丹利也要回來一個咪咪嗎 回來啊 後來要回啊 史丹利的聲音是哪一種 GG 也是...也是滿閃的 她就變太誇張了 史丹利也有玩花音 就是這樣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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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當時到底在這樣講 沒有 也會回啦 哪有 也滿那個 也是有壓扁聲音是不是 對... 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直接...我就直接拿 我就直接說 你要講什麼我來跟她講 對 然後我就罵了她一頓 我說有必要這樣子那麼噁心嗎 所以你可以玩花音喔 平常的聲音真的真是比較 就是那個樣子 而且她會講貼紙的 她平常的聲音超粗獷的 她平常都跟我相承的時候 對 所以是一根你待著 就立刻扁掉嗎 真的 就是... Oh yeah Oh yeah 所以立刻扁掉就是 這樣子啊 爸爸你... 要不要這樣 所以你們想一起上節目 你要壓抑在她面前 扁掉聲音的那種慾望嗎 多壞啊 妳在... 妳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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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扁得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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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史萊麗劇局練習大公開 私密舉動大火光 你最怕我能問妳 你首先有壓力 要回一些輕易的句子是不是 因為她... 很喜歡用碟字 對 碟字啊 其實讓我們下去企伴 對 類似 因為我偶爾會這個樣子 對 但是因為聽久 我就會不小心也回她碟字 對 所以妳聽到女生聲音變那麼扁 妳就自動也得來個扁的 回應她是不是 對啊 就不然她說 如果剛剛那個就說 對啊 這樣不行啊 太冷漠 對啊 這是我 不然這個樣子啊 所以率君現在也還要用碟字嗎 我沒有再用碟字了耶 妳還用碟字嗎 碟字可能有時候圖案是會有的 對啊 用圖案代替就好了吧 用圖案但是不會用說的 現在說不出來 然後如果有對象的話 也不會牽手吧 不過一日二三十則簡訊 有時候會辭窮耶 還好 因為就是吃了沒 等一下要幹嘛 我等一下要幹嘛 好 那晚一點 這樣最簡單的 妳這樣不會太冷淡嗎 不是每個等一下要幹嘛 都要加一顆心或什麼 對啊 什麼... 而且現在圖案那麼多 有很多那種這樣Kiss出去 對... 妳是不是曾經被妳的公司 警告過說 如果妳公開戀情的話 妳的粉絲會未知薪水 對啊 我就覺得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 我有粉絲耶 十萬人耶 十萬人只是關注妳 不表示他們是妳的粉絲 可能只是想要看一下 妳在幹嘛 是... 好 比如說要去南部工作 坐高鐵 都還是有人在那個場上等我耶 拔你 對啊 你們都沒有吧 沒有耶 沒有耶 沒有 跑在...跑在了嗎 劉媽媽 誰在...誰在等妳啊 就粉絲啊 誰在想跟你見到面 就是會想要 就會拿一些小點心給我啊 是等妳還是等妳 對啊 還在等Eason嗎 怎麼可能啊 不會是等他 然後呢 有正妹嗎 還是有...還是有漂亮的啊 那妳怎麼會有放過一個 有一個還是你們精心的那個耶 工作人員耶 櫃台那一個 你說什麼 誰 他就是為了要來看我 所以才去應徵那個什麼 你們精心的工作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真的嗎 是真的啊 不然講他人家是喜歡 大餅耶 玩家名字 人家是喜歡小鬼耶 沒有 他喜歡我喔 是嗎 我喜歡金星 如果櫃台妹妹會什麼東西 是我小鬼吧 是我喔 我喜歡小鬼耶 這個世界是怎麼會 怎麼會有一個人 她跟小鬼是不一樣的 她是喜歡我這樣子耶 而且如果喜歡妳 就去你們公司當櫃台妹妹 幹嘛去別家公司 因為去那個什麼 去你們公司的話 只要去金星的話 她會知道說 我很多通告去哪裡 去你們公司才會知道 妳是在跟... 妳這樣是在跟陳漢典叫板耶 因為漢典才是金星的藝人 然後那個櫃台妹妹沒有暗戀漢典 暗戀妳 完全沒有 對啊 有那麼多明星 她是因為妳進金星 沒關係 怎麼可能 她又不是只上金星的通告 她說為了要知道她的通告 她又不是只上金星公司的通告 對啊 而且妳...妳一個明星 妳這樣子搶一個粉絲好嗎 是她本人跟你講的嗎 她跟我講的 她有送東西給妳 妳們去問她 如果妳們有看過 她就每一個人都這樣講好不好 她有說她喜歡妳嗎 我只是不想要講而已 她有說她喜歡妳嗎 很多啊 她也喜歡小鬼啊什麼的 可是她有說她喜歡我 不是 因為KID說 她有去高鐵等妳啊 對啊 有啊 而且是每次喔 不可能 不可能 她見過那麼多明星 會為了妳去公司才 我告訴妳 她現在就有可能在中天樓下等我喔 怎麼可能啊 妳要不要賭啊 真的 沒有 真的 因為妳缺本是要這樣子喔 還是其他那天高鐵是去等小鬼 不要再跟娃娃音說話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史丹麗就在旁邊嘛 所以沒有辦法 忍不住 今天開始前那個GG有拜託妳 饒了她的時候 什麼事啊 我也不知道 沒事 師長 我們不要問太多細節嗎 是嗎 沒有啊 什麼 妳怕什麼 沒有啊 那個 妳最怕我們問妳什麼 沒有 怕什麼 什麼都OK 是怕問進展到什麼程度嗎 沒有啊 這也要什麼時候我們都知道啊 大人還能進展到什麼程度 我真的不會假設妳們 她還只是在牽手的階段嗎 也無法超越旅行 對啊 所以 所以如果出去 如果各自出去旅行的時候 那是要一天 都要一直回 簡訊想妳啊什麼這些嗎 還好 我想到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剛好出國 對 剛在一起我們剛好出國了 那時候都幾乎晚上都是會視訊 視訊喔 就是用手機也是一樣 Festime的視訊 所以視訊的時候 妳就要假裝擺出 很可愛的表情是不是 也沒有 也沒有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我是跟另外一對夫妻出國 然後他們都會覺得 我每天晚上不睡覺超反對 然後一直吵到他們不能睡的 就是一直在視訊 所以視訊是很情色的那種嗎 沒有...正常在講話 真的 不會說我拍一下我哪裡 沒有... 不是 剛在一起還沒有 對 我那時候剛在一起 現在可以這樣玩了吧 剛剛那時候還沒有 前面... 好棒 好棒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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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是啊 去滑雪嗎 去滑雪 所以妳有拍裸體 只穿雪橇的照片嗎 真的太冷了吧 回飯店可以啊 或是我今天好痠喔 哪裡 什麼什麼這類的 沒有 一定有 沒有 一定有 因為一定說還要好痠 他就問你說哪裡痠 你結果說哪裡痠 沒有想很痠啊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演藝圈的人 然後能夠忍受這麼頻繁的 就是很正常的說吃飯沒什麼 我要睡囉這樣子啊 對 我們還滿習慣的 總要互傳一些漂亮照片吧 有 要有時候如果有那個工作 然後配上照片之後會傳給我 所以你知道回什麼 沒呆了什麼的 對 好正喔 然後... 是人家很為難嗎 不是很為難 因為每次都要回一樣的話 對 不能...就好可愛喔 就放到前面去複製 然後再產出去是不是 你不是作家嗎 你應該很多詞吧 新的詞 可是你寫得太... 你寫得太那個也太奇怪了吧 對 我覺得說出水芙蓉 喝什麼都會太奇怪了吧 那史佳麗會傳一些 什麼樣的照片給你 他都會傳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照片給我 搞笑的那種嗎 沒有 他只有就是說 我朋友一看到他 因為他去機場接我嘛 他就說你看那個... 我朋友一看到他就說他瘦了 走出那個出口的那一剎那 要擁抱嗎 其實... 有啦... 是要跑步... 跑過去抱的那種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奔跑 沒有那麼誇張啦 對吧 就慢慢走到前面 然後抱住什麼 所以一般... 一般別人在旁邊 看到你們兩個這種畫面 會注意嗎 還是說其實沒那麼多人注意 我沒有注意 應該是我們不會注意 我沒有注意別人 他們超常給人家注意的好不好 那天... 沒有...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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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是那些唱歌 然後... 你來... 沒唱給我走出來 然後就後來 我就進過一個包廂 他說林博森 然後誰叫我這樣 就他們兩個 就一群人在喝酒這樣子 就在唱歌喝酒這樣子 然後走出來 這兩個就可能有喝一點點酒這樣 就幫我當欺負的對象喔 我就說 怎樣 就踢我 怎樣 一個人來喔 怎樣 我哪有 這也不是浪漫的故事 對... 對... 我就這樣... 然後我們就坐電梯進去之後 然後結果我說 好啊 你們兩個就在一起 就浪漫啊 開心啊 然後我就一個單身 他說 怎樣 怎樣 激情 有沒有 你會做這樣嗎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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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到 我都一直在幻想 對不對 沒有啦 因為他們兩個今天要互相抱怨 對方的酒瓶有多爛這件事 沒有 真的 好爽 是 沒有 史丹妮拒絕挑起小遊戲 寶媽難以笑把 你也要抱怨她的酒瓶很爛 她也不是酒瓶很爛 她是喝完都會常會做一些 很可愛的事情 其實是她最近兩次生氣 都是因為史丹妮喝醉 不是最近啊 是交往到現在就生 對...這兩次 但沒有都其實還好啦 一次是她當伴郎 然後很沒出席的就醉了是不是 就是小柔結婚的時候啊 對 那沒有...最近啊 對 就一月的時候 然後你當伴郎 你怎麼好意思先醉 我也不知道 因為... 她就像炸女兒的事情 你沒有當酒嗎 她那天就很像炸女兒 因為很開心啊 她跟柔很好 對 然後婚禮還沒結束的時候 據說我就是躺在那個休息室 而且就是一個人就是 在她身上插了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譬如說那個... 她就變得很奇怪 然後那個謊話也莫名其妙 這樣插在她的頭上 所以妳看了有點 我覺得她怎麼那麼美 她生氣的原因是因為 我生氣的原因不是說她 不...很快喝醉這件事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去幫忙的 我們應該是要去做事 不是這樣吧 是啊 還有我還沒想完 還有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主持啊 然後我就已經很餓很累了 然後就後來就想說 好不容易就可以 我們要換去另外一個地方嗎 婚禮後的派對 對...結果就她就完全無法 因為我本來我問她說 那要不要回去 她這時候不要 她不要回去 所以她喝醉 可是不承認自己喝醉 我沒有意識的其實 可是她自己可以行走是不是 不行 就是要有人搬 就我們去後派對的時候 是有人把我扛上那個遊覽車 然後再把她扛到那個場地 然後妳在現場有鬧事嗎 沒有 我都一直在睡覺 我都一直在那邊睡覺 那妳就不用管她 就讓她在那邊睡覺嗎 可是不可能 妳不可能不管她 就一個人醉了 OK 那妳也要抱怨 她的酒瓶很爛是不是 她也不是酒瓶很爛 她就喝完之後常會做一些 很可愛的事情 對不對 你都在看著 很可愛的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 例如說可能我們 有時候我可能我也喝醉 然後我們就一起回去 然後我躺在床上 已經很累快睡著 她突然會消失 然後又跑回來說 我都不見得沒有來找我 然後呢 就是會一個人 我就會來第二次就發現 她躲起來希望你去找她 她一個人就開門 然後躲在那個樓梯間 躲在那邊等我去找她 在廁所也是 後來跑去廁所就 然後假裝跌倒 然後叫我去救她 你知道嗎 但我都已經喝到很醉了 所以你是要玩很久嗎 要玩很久 我一個人知道要玩好幾次了 是搶救了人 拉冰的那樣子 是新的你 找不到什麼 所以樂趣是有王子來救你 我也不知道 所以最後要怎麼收場啊 找到這個有什麼獎勵 把他幫起來 把他直接堵到我下去 有找到之後 他就OK了 對 有找到之後 然後就可以讓我安心的睡覺了 就玩個三四次就好 對 所以是有曾經躲過三小時 你都沒找他嗎 他是因為跑回來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有時候懶得配合 有時候因為 可能我自己也很累 對啊 所以你是希望以後他喝醉 不要再玩這個遊戲是不是 沒有玩啊 他最近比較沒有玩 對 所以寶媽這些 小朋友們玩的遊戲 在你聽起來 是不是都屬於測驗的一部分 就是 萬一汪建民喝醉以後躲起來 叫人家 想像喔 怎麼畫面啊 你會覺得很煩是不是 對 你沒興趣玩這些東西嗎 你會去找他吧 我不會 因為我們不可能會玩這種遊戲 像他們說什麼視訊 我從來都不會 因為我不會 是 我不會視訊也不會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只能會說 那我睡囉 那希望你今天睡得很好 這樣子就是這樣子 所以會不會其實大家 很想給你搔癢 但是你的態度太冷靜了 我相信是 因為他可能已經搔了 因為他覺得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可能 照樣照 我說幹什麼啦 他覺得我可能會這樣 譬如說我們坐電梯 我們坐電梯有沒有 坐那個扶手梯下去 他有時候會 譬如說我一定在前面嘛 他會故意靠... 我本來在下一節 貼在妳後面 對 但我就會... 右移 右移一下 對... 那我覺得就是 但如果拍妳肩膀上 妳臉轉過來 他用手指戳到臉頰這樣呢 我OK... 我已經戳到眼尖 對 我已經忙去試一下了 好 接下來我們 妳有看好這一對吧 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有夫妻臉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其實已經有黑眼圈了 黑眼圈都出來了 就是很...味道很像的感覺 可是反正沒有人要催妳們結婚 妳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啊 然後才半年不到 我覺得說還是要享受一下 兩人世界吧 不用管那些別的未來的事情 然後 率軍我們再觀察一下囉 好 那祝福寶媽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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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一點... 太快了... 太快了... 不要笑 怎麼叫他跳 感覺...感覺你... 感覺你... 感覺你足智桌頭還怎麼樣 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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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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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哭了 什麼哭了 什麼情緒 我好想了解 明天晚上是連中天送給台 空氣來了